我给小木买了一条皮带 买了一件礼物 我要他们猜一下多少钱 因为我自己 我下班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享受不到 是这个价格 哈喽 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猜一下多少钱 怎么样 妈 如果说你猜对了 我给你们一人买套衣服 但是你们猜错了 你再给我买个榴莲 9块9啥 你买多少钱咯 老婆你猜一下 5块9块9 那你猜错了 所以给我买个榴莲哦 这个你总是会去人家干嘛 你这样是说我们的 不能相差 4块钱 不是相差4块钱 你在多少范围之内 大概我们还是有点好处是吧 对对对 不然我怎么猜 在10块钱之内 10块钱之内的话就好猜了 但是相差4块钱 那我就不问9块9啊 啊 5块9吗9 好 妈猜 妈猜 这就平时才10块钱之内 啊 我相信 你不说是99 反正你不说多少钱 你先猜吧 8块8 8块8 8 那你猜 嗯 猜不到要付出代价了吗 可能要 5块钱 他10块钱之内 你说15块 我弟 我不是 小波 猜一下 嗯 哎呀 这么说15元之内的话 我就会觉得猜猜了 哈哈哈哈 9块9是多了 嗯 1块9块9 1块9块9 是不是 便宜是不是 啊 1块9块9 你们都没有猜对 你们得付出代价 今天啊 明天早上之前 我要见到榴莲 我都说我自己买的时候 我自己都吓一跳 啊 你们的几包钱呢 啊 你们的几包钱 买在那里呢 我拿我手机给你们看订单 啊 我看十一句 我钱哦 哈哈 你那么有信心啊 云宝说多少钱 云宝 云宝说多少钱 因为你 因为妈妈觉得 对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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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钱 5块钱 我晓得 妈妈绝对 5块钱 爸爸妈妈 好钱 好钱 多少钱啊 那的 不是说便宜 不是好 1块钱吗 那的是1块钱 十几幅款 一分 啊 一分 一分钱 一分 我给他 真几一分钱 是怎么买的 怎么买的 这种品牌 不是这一分钱 你一分钱 上我的钱吗 爸爸还便宜 真的一分钱 我买真的一分钱 妈 看一下 不是一分钱 这个东西 费就没那么高 你给你一二一分吗 我要费一分 那我也不知道 怎么买的 就是一分钱 我都说了 他跟我买的东西 你以为还给我买的 几十几百两 我去买一分 就是9块9之内的 从外面之类的东西 断来断去的买的 我买的T恤 9块9 嘿嘿 品牌T恤给你看一下 1块9 啊 我猜吧 妈妈肯定也不会给爸爸 来买的好东西 肯定是非常便宜的 给你买的衣服也是9块9 十九块9的 非常便宜的 非常便宜的 云宝是不是 爸爸可怜 爸爸可怜啊 嗯 这是说着说着 我看这个瓶子是啥 我看这个瓶子是啥 还可以瓦了后果的 看能不能捆一些啊 看能不能捆一些啊 看能不能捆一些 小宝你也是一分钱都把你酸煮的 一分都是二 我给你一个买好的 你给我买好的啊 嗯 那你给我买 1块钱的提债好不好 哦 比妈妈的贵一些对不对 对 嗯 妈 嗯 我谁都给你儿子花钱 你看给他买的T恤 不是品牌的呀 9块9 9块9 全是9块9 那我也没 你看买了两件 你一件我一件情侣装 我也没亏待 没亏待你啊 是吧 我自己还不是9块9 总共9块9 提到一分 9块0,1 9块0,1 总共9.91元 有时候你爸 全身上下都没超过30块 我可以了 以后不要你买了 我自己买 小凤呢 晚上是晚上还是睡觉 他只是舍着给小孩买 然后给父母买 然后我和他自己去 只要穿着暖和就行吧 特别是我 一般都穿着特久